老阿姨每次一答回答一下臭婆们的羊毛问题 有的臭婆说你怎么那么乐 那个市人大时候过来检查工作 我们这特别的乱 说一说一说 我说日常就这样 才能看到最真实是吗 我们这店商其实都这样 好了咱们闲得不扯 往下说 他说下这个臭婆说锈球 焦叶了是不是烧根了 大家在讲锈球的时候通风一定要好 通风不好的时候呢 它就闷根 叶子也会显得不挖晒 要给除了通风 光照呢可以给 就像现在这种光照 人的皮肤稍微一感受 人的皮肤感觉不到热 它就完全OK没问题了 如果说你感觉很灼热呢 叶片就开始晒伤了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情况 可能通风还差那么一丢丢意思 盆在的兔宝一定要注意这个事 好吧 这个呢也不要给它强光的暴晒 强光的暴晒也不行 还有锈球呢 就不要等它极度脱水的时候 再给它浇水 这话怎么那么难养 其实好养的啦 你略蔫的你赶紧浇水 别爆菜通风好一点 就完了呗 下个臭宝说 那个花木市场买的果子羊奶啊 找不到原因 给足光照啊 有的臭宝说 果子羊奶不是说 不用多少光的吗 你给足光照 你信我就完了 夏季高温的时候 三十多度的时候 适当的折阳 好吧 然后呢 下个臭宝说 铁线连下面的叶子发黑是咋的呢 上面的也黑吗 如果说下面的发黑呢 可能就是开始要 犯一些个病害的那种感觉了 一般都是病菌导致的 家里边有多菌导之类的 提前用上一些 一个月来一次左右啊 因为什么呢 田一天极其中一等力枯病 所以说呢 要提前预防一些这事 一般这种没什么大事 老叶子没事 如果说都这样就不行了啊 如果说老叶子有偶尔的三两个 不行就剪掉 然后适当的用点药 别的没啥 光照该给住还是给住 我看光照还蛮好 下个臭宝说 桂花 这个是咋回事 全部都是死于这个 叶尖胶 心脏的牙开不了就变黑了 还光秃秃的 这个呢就是 有可能这个臭宝呢 就是用的肥比较大 当植物啊 叶片不多的时候 就长得没那么哇塞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哗哗哗的 一个劲儿用肥 植物用肥 您记住一句话 叫浮墙不浮弱 您像我这个 长得很壮 很哇塞 那您用点肥料就没事 它本身没多少叶子 你哗哗上肥 它就会导致叶片的脱落 所以说臭宝要盖它这个脸 下个臭宝说 柠檬树好大一棵 本来养的都两年了 现在有红蜘蛛了 然后喷了以后 叶片又掉了好多 这是很正常 这是副作用 你像我们小哥养的那个草莓 也是之前生过红蜘蛛 虽然说治好了 但是有些个呢 不可逆的伤害 还是存在的 好吧 光照给足就行了 养的挺好的 这不挺好的吗 下个臭宝说 这只花黄眼 刁包了怎么办 臭宝 一定一定要给足光照 光照给的充足了 就不要给它缺水缺肥了 如果说光照不足 这一切都是无极之谈 光照给足 别缺水 别缺肥就OK了 你像有的话说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呢 一般花苞的一个发黄 就是水量给的不够 好吧 有的话说 我浇了 浇了 它黄蜘两个不很正常吗 其他的好就OK了 然后开花的时候呢 消耗大量的养分 要给一些个营养 你比如说 零刷人家这些个 适当的给一些 该给的要给 光照一定要给足 通风一定要好 好了 氧化问题呢 其实来来回回呢 再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光水吐气肥 不论是什么植物 大家从五个维度去剖去它 第一点是光照 第二点是浇水 第三点用土 第三点是气温和通风 第五点是用肥 肥料是排到最茂尾 浮墙不浮测 洗光的给足光照 不洗光的拒绝爆晒 浇水永远都把握住一个字 干湿循环 植物略干的时候爱长根 植物水量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说它开始长叶子 来帮它蒸腾一些水分 所以说干湿循环 是植物一个生长 就像人跑步一样 一步一步的跑 用土尽量的保持排水和透气 花盆也一个道理 就像人穿鞋子穿袜子 透气一些 气温在一块呢 尽量都是在15度以上 大部分植物是在15度以上 才会恢复生长 好的话 我问现在这个季节 能不能拿出去晒 您看一下现在的气温 如果低于15度呢 就先不要放到室外 就隔着阳台那种晒一晒 就OK了 最后一点 所以用肥 选择通用型的就行了 一般只要是里面比较挖晒的 你像咱们老跟那家伙 说的背马迪斯套餐 话都多呀 你像你们用的美乐克 都可以用 好吧 别的没啥了 有其他样的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留言 就不说 请点个赞 我来欢迎 点赞这段一 拜拜 哎 嘿嘿 嘿嘿